Hello,大家好,我是欣元 我这个嗓子呢,最近发言了,都有点说不出来话了 所以呢,最近也都没有直播 那今天呢,我在网上购买了一件东西 是自驾游户外的一个必备神器 现在呢,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它了,一个小桌子 这个小桌子呢,像我平时在外面的时候,可以做饭用的 在车里的时候还可以放在这里,把电脑放在这里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那我这个小桌子呢,你看哦 就往这一夹 平时呢,把我的电脑放在这 然后还可以煮面,吃小火锅 不错吧 还有这个,这个呢,也是我今天买的 但是呢,我迫不及待的已经把它给拆开了 这个呢,不光能烧水 这是一个小型的电磁炉 然后呢,还可以煮面吃 我现在烧点水给大家示范一下 从梦想长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我想的是500瓦 然后自动泡茶 它这个呢,后备箱有一个小铝盆 到时候把铝盆放进去之后 还可以煮火锅食 这个呢,就是小型的那种小电磁炉 还用着呢,还比较方便 我呢,犯了一个错误呀 我这个电源呢,只支持500瓦的 但是它给我优过来的是800瓦的 那当时我告诉他,让他给我优过500瓦的 所以呢,这个带不起来呀 我给大家先示范一下,看一下哈 它这个烧一会儿之后,它自己就灭了 就是带不起来 你看,灭了 完了,我这个神器也用不上了 我这是本打算那个烧点热水呢 然后冲点药盒 因为最近嗓子不是发炎了吗 哎,我现在只能说跟他们协商一下 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换一个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只能到这里了 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插曲 哎,我还得研究研究 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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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